第16体,尿素的化学是为CO-NH2-NH2-NH2下列有关尿素组成的叙述何者正确 A,尿素的分子量为46,分子量是原子量相加 那我们的尿素这个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碳是12,一个氧是16 那么NH2,那么氮是14呢,氢是1,那两个氢是2 它这个总共会有两个,所以加起来前面是28 后面是16乘以2,也就是所谓的32 28加32就是60,所以我们的尿素的原子量是60,而不是46 所以选项A是错的 B,尿素分子中含有氧化碳分子,这也是错的 虽然这边有一个CO,这是CO是我们的碳跟氧 那么结合绑在我们的后面这个东西上面 这有所谓的间解,高中之后再教 那并表示它有个氧化碳分子,选项B是错的 选项C,尿素中氮氢的质量比为1比2 那么这边有一个2是两倍的意思,所以不重要 我们只要看前面的这个是NH2 那么一个氮是14,一个氢是1,两个氢就是2 所以它的质量比就是14比上2,也就是7比上1 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 选项株120公克的尿素分子中含有氮元素56克 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尿素的分子量是60 所以120公克就是120除以60,也就是有两莫尔 那么我们的氮素如果有两莫尔,那么一莫尔的尿素是有两个氮 这里有1,那这边有2,两个氮 所以两莫尔就有4个氮 那么一莫尔的氮是14克,因为它的原子量是14 所以4乘以14就是56克 所以含有56公克的氮是对的 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尿素组成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120公克的尿素分子中含有氮元素56公克 下列有关尿素